在二十年前有一天黄昏 有一名看似像大学生的男孩子 他徘徊在台北街头的一家自助餐的门前 等到吃饭的人客客人都离开了之后 他面带的羞涩犹豫的推开了店门 他跟老板说低着头轻轻的说 请您给我一碗白饭好吗 店内刚刚创业的年轻老板夫妻 见他没有选菜 就纳闷了一下 也没有多问 立刻乘了满满一碗的白饭递给他 男孩付钱只付一碗白饭的钱很少 不好意思低头说了一句 我可以在饭上您给我零点汤吗 那个老板娘笑的说 没关系啊 你尽管用 这个给你多一点汤不要钱 男孩子吃到一半 想到零菜汤不要钱 于是又多叫了一碗白饭 一碗老板娘老板非常热情的说 一碗不够是吗 我这次再给你多盛一点 不是的 我要拿回去装在便当盒里 明天再到学校去当午餐 老板听了心里在猜 这个男孩啊 可能是来自南部乡下 经济环境不是很好的家庭 为了不肯放弃读书的机会 独自一人北上求学 甚至可能半工半读 促进非常困难 这老板良心也非常好 悄悄呢 在给他白饭的餐盒底下 放入了店里招牌的爆炒双菇 一大勺 还加了一个卤袋 最后呢 才将白饭呢 满满的盖上去 看上去呢 就是一碗白饭 老板娘见状 明白老板是想帮这名男孩子 但他却搞不懂 为什么丈夫要将菜 不将菜呢 大大方方的 放在这个饭的上面 让人家看到 而是要藏在饭的底下 老板贴着老板娘耳朵 轻轻的说 男孩如果是一眼就看到 白饭上面加了这么多的菜 说不定他会认为我们在布施 这可能会伤害他的自尊情 觉得我们是在施舍给他 这样他下次一定不好意思再来 如果转到别的一家 他去吃一碗白饭 这孩子怎么有利再坚持读书呢 哎呀 老板娘说你真是个好人 帮了别人 还替对方保留面子 这个老板夫妻沉浸在 助人为乐的快乐里 这男孩说 谢谢我吃饱了 再见 男生男孩子起身离开 但是呢 他拿到这个饭盒的时候呢 知道里面成癫癫的 他知道里面有东西了 不仅回头望了一下老板 深情的说 谢谢你们 老板向男孩挥手 日益说 要加油啊 明天见 话语中就是 请他明天再来饭店里用餐 男孩子眼中泛的泪光 却再也没有 却当时呢 没有让老板看见 从此男孩 除了连续假日以外 几乎每天黄昏都会来 同样的 在饭店里吃一碗白饭 再带走一碗白饭 带走的那一碗白饭地下 每天都藏着不一样的秘密 老板总是把菜藏在下面 直到这个男孩子毕业了 往后的二十年 这家餐馆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个男孩子的身影 直到有一天 将近五十岁 这个饭店小餐店的老板夫妻 接到市政府要强制拆除 违章建筑店面的通知 面对中年失业 平日储蓄又都给儿子 在国外攻读学位 想到以后生活无一 可能经济傻会 惹出很多的困境 不仅夫妻两个人 在店里伤心地哭泣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身穿名牌西装 像是大公司经理级的人物 突然来访 你们好 我是恒大企业的副总经理 我们总经理命我前来 希望能请你们 在我们即将要启用的 新的办公大楼里 开一个餐馆 一切设备和所有的材料 均由我们公司出资筹备 你们仅需带领厨师 负责的菜肴的烹饪 至于盈利的部分 你们和我们公司一人一半 老板跟老板娘都愣住了 你们公司的总经理是谁啊 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的朋友可没有 这么高贵的人物啊 老板夫妻一脸疑惑 你们夫妻是我们 总经理的大恩人 和好朋友 总经理尤其喜欢吃你们 店里的卤蛋和爆炒双菇 这个副总经理说 我就知道这么多 其他的等你们见了面再谈了吧 约好有一天 原来才知道 那次用餐只叫一碗白饭的男孩 再度出现了总经理办公室 经过二十年艰辛的创业 男孩成功的建立了自己的事业王国 眼看这一切 他全都感谢这个餐馆的老板夫妻的鼓励 和暗中的帮助 否则他当初很难的顺利完成学业 说过往事 老板夫妻打算告辞 总经理七声对他们 深深的一鞠躬 并说道 加油啊 公司以后还要靠你们帮助 明天见 一碗白饭 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帮助别人善待众生 你们就是在帮助自己 我们人要心怀感恩的心 不怕年少 经常吃苦挫折 不管遇到多少坎坷 我们也要努力 也要实干 不要说谎 好好地去精进 总会熬出个云开日出 花开月圆的美好前程啊 佛法告诉我们 但凡行善 向善 助人为乐的人 最后一定能够得到菩萨的帮助和保佑 所以学佛人一定要懂得 莫道因果无人见 远在儿孙 尽在生啊 完成 莫敌 使人 实现 mos 需要 够 需要 去了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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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